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们接触到的人也很少 她就是很简单单纯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在她的眼神处理上面 我就会相对简单很多 菊香是在九岁的时候才聋哑的 所以看嘴唇 大概能够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不容易啊 因为娘其实还仅有自己想法 挺独立 然后挺倔向 又挺机智的一个女孩 所以我在眼神的上面处理 就会让她的眼神会变得 更大的灵动 我会从她的眼神里面透露出来 她那种倔强 跟她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 喂 请你们喝热水 哎呀 疼 徐霄的最大的特点应该是 营远 我要吃 我要吃 你没事吧 为什么只是又龙又牙 连眼睛都给我瞎了 都是一样的下足 正常的思维可能会 要被欺负的就是危机 但是在菊香的思维里面 没有这样的事情 它只是会平和地去看待一切 而孕娘最大的特点是 不认命 进房看见主人家 也不打声招呼 头家娘早 我房间里有很多蚊子 我要你把它们全部打死 这里一年到头都有蚊子 这件事你必须要受到惩罚 然后到月娘的时候 因为月娘毕竟年纪也小 所以她对很多事情 她是抱有一种不公的态度 她会有一些 自我的一些情绪迸发出来 但是她的妈妈 也就是说她的外婆会教她 慢慢久而久 我觉得月娘的性格 也会稍微收敛一些 也会懂得去包容 学会去包容 你委屈一点 外婆给你找个好人家家了 我不认这样的命 我不要认命 孙女娘可能就是 会小女孩的嬉笑 会有小女孩的倔强 也会有就是看到 自己心爱的人的那种 心花怒放 就是这些她都会 从她的心里去散发出来 沮丧的话 可能相对就会少一些 可能就是从容淡然 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不会太多表情 嫁给查理章有什么不好的 她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归宿 我也欣慰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待她的 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的萧燕 对于菊香和月娘 她是如何做到自由切换的呢 比如说我今天在拍菊香的时候 我就会说太多话 就一天可能就控制在十剧以内 让自己沉淀下来 就是菊香的那种 她那种生理缺陷 给她带来的一些自然反应 这只金手镯是我买给秀娟的 我认得 她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都人赞病祸了 你还可以她说话 在演月娘的时候 我也会提前做准备 在化妆的时候 也会跟就是黄老师 他们嘻嘻哈哈的 然后让自己进入一个 小女孩的状态 就是不再想妈妈那种稳重 那种温满 然后就是从这些方式上去区别 区别她俩 今天我要的是妈妈菊香呢 还是女儿月娘呢 陈生 陈生 陈生